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14日 已經是星期日 最近在大陸 十分之流行一個玩意 稱為青年養老院 因為收費很便宜 大約是$1,600元一個月 比較偏遠的地區 甚至最便宜是$1,200元人民幣 這些$1,200元給完之後 就可以包食包住 而且可以接近大自然 令到很多在城市裏面的年輕人覺得 除了躺平之外 還多了一個選擇 青年養老院 反映了中國一個問題 就是經濟持續下滑 年輕人 在面對 這個激烈的競爭環境 選擇逃避這些地方 年輕小子怎麼會去養老院的呢 我們看到 美國之音也有報導 大陸的澎湃新聞等等媒體也有詳盡的報導 青年養老院 主打是一個星期幾百元就可以入住 他們同時舉辦一些種田看電影的活動 是同一個年輕人創造一些交流空間 為顧客 很多不同的自由職業者 有些是藝術家 攝影師 主要是做自由職業者 當然也有些 做了一段時間的工作 儲了一些錢 但是又覺得現在太辛苦 想休息 所以就辭職 去過一些退休生活 蘇州附近有一間青年養老院 在這個月初籌備開張 宣傳500元就可以住一個星期 他們的負責人就說 這間屋 還是嚴修階段 在群組上面 已經有過百人表示要等候入住 這是大生意 一百人 每個星期就有五皮收入 一個月就有20萬 這是好生意 他在一年前 租了一間山區的屋 作為咖啡工作室 之後就改裝為青年養老院 號召青年回山女養老 其實這些青年養老院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養老院 因為裏面沒有甚麼醫療設施 甚至乎沒有基礎的護理師 反而更加像是民宿 心靈的休息站 令到城市之中 打拚的年青人 放慢節奏 或者面對一個激烈的競爭之下 覺得身心俱皮的人過來輕鬆 鬆弛 神經 網上就有說 現在的年青人 對於養老的追求 其實已經是一端危 因為他們面對無憂子的工作 早出晚歸 是不是 不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勝活 是早出晚歸 工作壓力大 而且 經常面對失業的風險 也可能面對上司的無理責難 行業之間 內卷 競爭十分之激烈 所以 有一種想躺平 想回歸 一個平靜 我們太辛苦了 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青年養老院的收費 根據不同的地區和規劃 是不同價格的 例如泉州 成都 最便宜的1200元一個月 包食住 河北的貴 河北就要三千多元 為甚麼河北貴那麼多呢 另外還有一些按週收費 即是逐個禮拜收錢 好了 這個是有變於過去的抑制唐平風氣 中國官媒 中申社竟然引述他們其中一個河北省的住建局官員 他們對於青年養老院的看法 表示 這個舉動 以傳統的村落集中連片發展 或者可以帶動這個鄉村的 振興經濟模式也不一定 他們 都是從好方面去想 不過 如果一個人開始養老的話 其實他就不會出來工作了 香港的其中一些獵頭公司分析 青年養老院發展的關鍵背景 是中國的職場環境變差 而且對於年青的 這些求職者或者工作的人 是越來越苛刻 十分之不友善 而且那麼多年來 高校的擴大招生 高等院校的民憑 貶值 即是說 學位量化寬鬆 太多了 通街都是大學生 一年有1400萬大學生 那些大學生已經變得不值錢了 出來 只能夠送外賣 或者去做地盤 地盤也不是經常做 經濟崩潰 房地產倒閉 所以 連地盤也不能做 隨著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多人失業 他們甚至乎會考一些以前 從來都不會想的工作 例如城館 一向都對城館癡之以備的年青人 現在 有大量的人去求職 這個就是大陸面對那種經濟崩潰 十分之生活困難 最近小紅書爆了一件事 說他們裁員三成 而且他們 工作超過兩年的活化石 老員工 已經是接近淘汰邊緣 32歲 告訴你 你的人生已經走到極限了 你 去死吧 面對那麼激烈的競爭環境 很多年青人撐不住了 躺平 不過有個問題 當你躺下了 其實很難 起身 一個人 越是燈爛的話 越是做不上人 做不上這件事 你要處理重新競爭 是沒得搞的 不過 亦反映了現在國內的那種 經濟環境 是令到人 徹底沮喪 而且 失去了那種拼搏的動力 因為 出來做事 處處碰壁 碰壁之餘 還有機會遇到欠身 遇到沒有出糧 有出糧 現在的人工越來越少 承受的壓力那麼大 動一下 老闆說要炒你 動一下 又說要你 降低自己人格等等 要向現實低頭 總之 以往社會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徹底在他面前破產 而且 崩潰的速度的快 是他們沒有辦法想像得到的 這個才令到年青人 對這個現實的絕望 我們看到養老其實是一個全世界的課題 中國其實面對人口老化 他的養老問題很嚴重 他的養老金 可能在2025年 即是明年 已經是接近枯竭了 之後那些人 誰供呢 明知你養老養不了 誰再供給你呢 供給你我將來也拿不到 尤其是年輕人 二十幾三十歲 我還要供二十幾年 我有沒有命拿呢 所以越來越多人退出 那個煲就越來越快爆煲 一般 全世界的 以西方文明國家 對於養老他們會撥很大筆資源 也有些人覺得養老成本太貴了 所以有些 老人家 例如英國 很多人很流行賣到英國的房子 然後搬去一些很便宜的地方 例如塞浦路斯 甚至乎再便宜的地方也有 他們有些人搬去法國的鄉村 享受一些很便宜的房子 一兩萬磅買一間爛屋 收拾裝修 然後在那裏居住 養老 他們在英國買屋 就可以在那裏居成過世了 當然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塞浦路斯也是一樣 他們那裏居有些很便宜的房子 數十萬港幣 相對來說 也不是很便宜的房子 其實英國有很多便宜的房子 英國有很多房子 也是幾萬磅一間的房子 當然不是每一間房子 也有些可能治安差一點 但是 他們很多時候就會選一些 例如歐洲比較窮一些地方 法國南部 法國很多地方都是很便宜的房子 意大利也好 有些失落了的古城 或者那些 已經活落了的鄉村 甚至乎普通牙 西班牙都有 他們就會選擇養老 也有部分的老人家 他們計算過數 原來上郵輪住 比養老院還便宜 因為養老院兩個人是很貴的嘛 原來他們 搶住郵輪的成本更低 當然 你就差不多要買一層樓 所有家當就在你的兩個行李箱 現在 全世界其實都面對養老問題 中國 是雙重的壓力 因為 老的人要養老 現在年輕人都說要養老 那麼 這個社會誰負責去拼搏 誰負責 產生經濟效益 去發展 去推動 沒有 現在 因為實在太極端了 就業形勢太過不樂觀 失業量那麼高 越來越多人就找不到工作 越來越多人就找不到錢 企業也越來越多要節以熟成 所以 一個 惡性的經濟循環不斷滾動 最終 就是 展覽到 不論年輕人 以及老人 一起受害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看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商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